大街小巷百家千户都披上了圣诞的彩衣 圣诞树的绚丽处处可见 一闪一束的彩灯唤起了圣诞的惊喜 圣诞气氛以及耶稣诞生的意义 也借着南加州华人教会联合举办的圣诞晚会 进入了华人社区 连续举办十一届的圣诞晚会 主办单位今年邀请的歌手台正肖担任演出嘉宾 连续三场的演出 让两千人座位的歌剧院常常爆满 除了流行热门的乐曲之外 台正肖也唱了几首诗歌 以及自己创作的福音歌曲 十年来 爱能改变一切的圣诞晚会 都是邀请来自中港台的基督徒艺人 来分享生命见证 也以舞台剧爆佳音 撒下福音的种子 爱能改变一切的圣诞晚会 将会在全美各大城市演出 包括了西雅图 波士顿 纽约 新泽西等大城市举行 累计有七万五千名的观众参加过晚会 目的款项超过了三十万美元 这些爱心将会送到台湾 大陆 以及北美的孤儿院和贫困学校 这是一个神奇的开始 十年前居然在洛杉矶 有道教徒跟佛教徒来找到我们 希望我们能够跟他们一起 开办一个联合的圣诞晚会 你说神奇不神奇 并且我们能够产生 对于性移民的社会产生影响 因为过去有很多并没有在这个氛围中 有更多的人以为是个应景 却不知道这个关乎个人生命的得救 晚会由金钟奖编导黄以公担任总导演 百老汇狮子王舞蹈家汤文俊担任歌舞剧编导 节目中使用绚丽的3D动态投影 福音见证 诗歌 舞台剧 贯穿全场 张神的爱在美轮美奂的氛围中 也在充满圣诞恩典的祝福中 传递到观众的心里 sirconjus Sirconjus tao Doing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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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